1月份,美国、英国和德国各自承诺向乌克兰派遣现代主战坦克。 英国表示将交付14辆挑战者2坦克,德国也同意交付88辆暴使坦克。 此外,美国表示将派遣数十辆M1埃布拉姆斯坦克来支持该国的战争努力。 分析人士指出,最新一代的主战坦克对于乌克兰来说至关重要, 因为这种武器可以在俄罗斯的防线中打出漏洞,并夺回俄罗斯军队, 在战争开始几周占领的领土。 乌克兰南部是平坦而理想的坦克之地, 俄罗斯一直在建造成台的战壕和坚固的掩体, 以阻止乌克兰在该地区的进攻。 除了坦克乌克兰,还一直力推西方第四代超音速战斗机, 包括美制F-16,乌克兰空军拥有一支老旧的苏联时代飞机机队, 甚至在31多年前宣布独立之前就已经下线, 这些喷气式飞机用于拦截任务和攻击俄罗斯阵地。 英国、美国和法国并未排除向乌克兰派遣战斗机的可能性, 但德国已经表示不可能。 德国总理奥拉夫·舒尔茨表示, 不存在向乌克兰派遣战斗机的可能性。 舒尔茨指出,西方盟友将继续支持乌克兰, 但同时他也强调了进一步计划冲突的威胁。 北约及其盟国还训练了数万名乌克兰军队, 包括特种部队。 长期以来,乌克兰一直表示有兴趣加入北约。 2019年,他通过了一项宪法修正案, 以争取成为北约成员。 虽然预计乌克兰不会很快加入北约, 但2022年12月,斯托尔滕北格表示, 俄罗斯对加入的国家没有否决权, 该联盟也支持乌克兰加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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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。